好同学们欢迎回来 欢迎又来到菲菲老师的新概念的视频部分 那么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复习的小预法叫做 EF虚拟巩固练习的错终虚拟 叫三的原因是 第一我们当时复习了一个现在虚拟 然后第二呢是过期虚拟 老师错终虚拟我记得你上课可没讲 不用担心 别听名字复杂 我说你就明白 还是跟之前的虚拟有关系 所以再次跟着菲菲老师一起背一背 EF虚拟器的现在时已过去时吧 那么EF 从去我们一般用从现嘛 Do 主去用will do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主将从现 不过这是真实条件句 这位动词是有可能发生的 如果他明天来我就买蛋糕 他明天有可能来 所以我有可能再准备点钱给他买蛋糕啊 但现在我要对一件事情 仅仅假设变成虚拟器 如果他要昨天来了的话 我就能给他买个蛋糕了 没来也没来蛋糕 那怎么办呢 虚拟器分为现在时与过去时 大家再告诉我 能不能现在背下来呢 先说过去时 一步到位 过去时 我们把度变成过去时 从去叫 很好 海的蛋糕 主句用的是 I would have done 否定叫 wouldn't have done 当然 would还可以换成谁呀 很好 should have done 也可以换成 may 还是might 很好 might have done 只用过去的形式啊 以及看还是酷的呀 could have done 现在回到现在时中 如果对现在的虚拟 如果我是你 我就去 我不可能是你 我也去不了 那同学们 do要变成 deed 那如果是amiza变成谁呀 一律变成 wore 而主句 will do就变成 would do 或者呢 should do might do 以及could do 这四个词 是一样的意思 都是would的意思 那同学们最终还就是这么一个表 比较重要啊 从句意思怎么怎么样 主句 will怎么怎么样 主句永远带着形态动词 而从句都是实态型 对现在的虚拟 deed和wore 对过去虚拟 从句是用have done 主句 对现在的虚拟 would could might should 而从句 sorry 主句对过去的虚拟 用would could might should 加have done 如果明白的话 以前还记得我们之前老是这样讲 如果我现在是你 我现在就跟你走 都是现在的啊 从句 现在 主句 现在 如果昨天来了 我昨天就看见你了 从句过去 主句过去 但谁又得说 谁说从句对只能对现在虚拟 主句只能对过去虚拟 谁说从句用了现在 主句就能用现在 从句用过去 主句用过去呢 那万一我这么说行不行啊 如果我昨天来了 从句用过去时 我现在就知道这个答案和这个秘密了 昨天来了吗 没来 从句用的是过去时 而主句是我现在就知道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主句用的是现在时 现在发现有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 交叉的错综性就诞生了 那做法非常简单 如果从句用的是过去时 我们就想从句的过去时好了 主句用的现在时 我们就用主句的现在时好了 据个最经典的例子 大家体会体会 其实一点都不难 稍微灵活了一点而已 if I hadn't finished my homework yesterday I would work on it now 怎么翻译都会翻译 如果我昨天要是没完成我工作 我现在就得work on something 在某方面工作 我现在就要加班了 那同学们 请问他昨天完成了吗 完成了 用我们现在加班 不用 蓝笔处其实都是以真实情况相反的 虽然有虚拟器 那我们分别来拍两句话中的虚拟器的实态 如果我昨天没完成我的工作 是过去时吧 蓝笔处的过去时 怎么写啊各位 是不是叫海的蛋啊 所以我刚才就出现了这么个句子 叫做 if I hadn't finished my work yesterday 如果我昨天没完成 那我现在就得加班了 主句是什么时代啊 现在时 不是昨天 是现在同学们 那现在时主句 还记得当时那个表 怎么写的吗 主句现在是 是 would do could do might do should do 所以就出现我们所谓的错综虚拟 would do了 什么叫错综 左经过现在又经过去 左经过去又经过现在 只要你把那表能背得灵活一点 之前是基本功 考试要出那种题 对 都是难题 所以呢 了解了解 有些都是高考题了 所以同学们 来看第一题 这道题咱们一起来 一会儿有你练习的时候 大概的意思 如果你没看那么晚 那个电影 last night 昨晚 you will not be so sleepy now 你现在就不会那么困了 现在困不困 困 昨天看没看那么晚 看那么晚了 虚拟气 那同学们 你看后半句是主句 意思叫从句 主句什么时代呢 大家看 now 现在是 我们刚刚 物的度 他用的就是物的度 于是 我同学从句就选个 现在是 D的 于是 我同学就选了个RB if you didn't watch that late movie last night 这就错了 别忘了 从句的衣服 是最过去的信仪 衣服的过去 是哪个了 had it done 顶多选个 否定就出来了 if you hadn't watched that movie last night you will not be so sleepy now 咱们还要记住 一副从句中 此一阵啊 是不是都是实态 只有主句才带着各种各样的形态动词 所以在考试中啊 你要乱的话 特简单 你先不要看他 他问的是一副句 还是剩下的主句 如果一副句 能不能加情态动词 绝对不能加 所以这种wooden的就算对 你首先要排除 因为他只有两个可能 递的和孩子的 如果问的主句 你放心 必须带情态动词 那只能选那种带情态动词的了 能明白吗 那同学们 我们继续来看北京的高考卷子 真的那么难吗 那同学们暂停一下 三分钟自己解决 排除这座 特简单 暂停一下 好 同学们做完了吗 首先得读懂 第一步 你先读懂 maybe或许 如果我学的是科学 five 而不是literature 什么意思啊 文学 then 那个时候 I'll be able to 我就可以给你更多的帮助了 言下之意 我现在给不了你帮助 因为我当时学的不是科学 虚拟器 那同学们 注意啊 这一块有个时间叫then 但是我第一步会先看 问的是异服剧 从剧还是主剧啊 问的是从剧吧 所以第一 虚拟器 我要排除4D 虚拟器 没有was这个词 第二 从剧有没有群态动词啊 没有 所以这个也就排除了 你选这两个该答 读不懂你也不能选这两 一看一副 你选什么误的呀 好 现在时D的过去时代诞 到底选什么时代啊 因为有then 那时了 就得想过去时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 maybe if I study science and knowledge which is then 有同学脱后半了 看在前半了 一看 主剧我们误得度 对现在 从剧就得递的 没有这个说法了 同学们 人家就说的是 如果当初学理而不是文 我现在就能帮得着你了 两句实态 发生在不同的时间背景下 好的同学们 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看 暂停一下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做出答案 请暂停 好同学们做完了吗 还上个分剧倒是思路 先大概了解记忆 说呀 The weather has been very hot and dry 最近又热又干 于是他回答 是的 确实又热又干 不过得正话反说 要是哪怕下一滴雨 事情就会变得 现在更好了 但是一滴都没下 也没更好 所以正话反说 英国人听喜欢 细腻气 好就好在这儿 可以正话反说 说的含蓄一点 The weather has been very hot 暗示 对吧 那同学们先问自己 问的意思句 还是问主句啊 问的意思句 你告诉你先排除的哪两个 很好 但凡但是情态动作 我要排除 因为这完全是主句的实态 好 接下来 如果你喜欢RDD 证明这是现在时 这个句子 海德大证明过去时 到底什么呢 仔细体会 天气 我觉得下雨 这事儿肯定已经发生了吧 同学们 应该假设要是没有 去你去你 你肯定会去 之前哪怕下一滴雨的话 现在事情就更好了 所以答案应该是C吧 If it had rain 当初哪怕下一滴雨 现在不至于这么惨 下了雨后 我的花 现在就不会这么干了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最佳的想象 当然最难的 到了最后一道题 莫过于这种题了 俩空都挖空 所以同学们 这时候边排除边做 首先读懂记忆 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正确解决 解决这道题 好 暂停一下 做完了吗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一切形容词 富尔三位足度 对我来说 很难去想象 我现在会做什么 如果不是七岁的时候 如果七岁的时候 没有学英语 那言下这一七岁 他学英语了 他现在知道做什么了 所以心理器 我如果你选C 根本就没读出心理器 心理器怎么有现代形式 好 那么同学们 第二部同学们 逆夫君 是什么时代啊 七岁的时候 应该有什么 嗨的蛋吧 而嗚的句 是不在这儿 只不变成一特殊一文句 就现在吧 所以应该是 嗚的 树的 酷的 might do 所以你觉得哪个对啊 那答案自然是死逼了吧 What I would do now If I hadn't Sorry啊 这块怎么 差一个T If I hadn't learned English At the age of seven 如果当初七岁 不学英语的话 我现在不知道 要做什么同学们 如果知道的话 那同学们 今天的心理器 我们就跟着飞飞老师 复习到这里了 好了 下这个新概念的48课 我们老话 咱们不见 不散